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吳仔 哇 今天的網絡事件實在太多了 我從來沒做過一天節目有這麼多的題目要講 只要交代今天講的事情 可能要兩三分鐘 我們由補充昨天的話題開始講起 但在講所有話題之前 希望大家 給LIKE 以及訂閱我這個頻道 最重要是按鈴鐺 以後有什麼網絡熱話 你們都可以第一時間收聽 事不宜遲 今天先跟進一下陽明事件 昨天他透過東桌西網做了一個獨家的專訪 這傢伙沒有認過有喝酒 他就說自己是當時太過眼睡 炒了之後就有點暈 不能夠做酒精測試 然後就讓兩位警察抬下車 但這件事是沒得爭的 因為各大傳媒知道這條粉刷炒了之後 都爭相走去那個失事地點 跟他拍了一張大頭照 其實當時很多記者在這裏 就不會說未了解清楚 就個個都敢寫你 包括香港01 這些不知什麼立場的報紙 所以陽明是想當是一宗交通意外就算了 最離譜的就是 甚至昨天有一幫藍色的KOL 就在一起出帖 就想著是屈黃色的醫護 在陽明身上打酒精 屈他醉酒駕駛都敢死 你看到那群小藍粉 他們的投票真的很過分 就說到我們支持陽明 支持警察 但他從來都不會明白 其實你們那種顏色的忠心思想 經常就是宣傳著奉公守法 可想而知這群小藍粉是非常麻木 都已經果斷和陽明割蓆了 昨天就已經宣布了說 所有有關陽明宣傳警方的活動都會即時腰斬 可想而知就是那群小藍粉 就算在網上要發表一些支持的言論的時候 你也先看看頭先 你也先看看你的主人頭先 風向吹邊邊你知不知 雖然你們這些行為是不會讓網民有什麼大的震驚 因為早就知道你們的處事作風是如此的 上次馬蹄路說的那件禁堂食也是一樣的 政府轉過頭就說看殊民情 民建聯轉過頭又說成功爭取到 但是馬蹄路那些收風是比較慢的 跟車是比較貼的 同一種的小藍粉也是一樣的 那再不斷說一下 昨天吳仔提到林鄭說 嘩那個Twitter沒得用了 但是究竟實際制裁是制裁什麼呢 原來收到一封林鄭的小孩 就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數學博士學位 那被制裁的名單就是會凍結他們在美國境內的資產 那就是其實林鄭的小孩是不用她媽媽的錢的 那她在讀書的學費我相信一早都交了 但是生活費就可能要出來買一賣菊花了 不是怎麼有錢呢 她可能現在花她爸爸錢也有問題 因為她爸爸是花她媽媽的錢 但是其實在這個制裁名單裡面 最嚴重的那個人就是那個魯Sir 就是前警務處的一哥 原來看報道才知道 所以她那時候一退休 是唯一一個沒有接受到警隊寬送儀式 而下台的警務處長 急急就飛去美國 跟她24歲的兒子團聚 現在就好笑了 阿魯Sir他基本上現在含家都在美國 那萬一他的資產被凍結 那他就不知道怎麼辦 究竟有沒有錢可以著草回大陸呢 還是在美國成為一個難民呢 那就要追蹤著阿魯Sir的近況 但是看新聞就看到他是非常激動的 什麼激動也對 他打算急急脚退休 就馬上去美國 誰知美國現在制裁他 他這次真是 走路都走正去過對頭人家 我也替他擔心 不過呢 凡事是有因有果的 既然當初你種下那麼多因 有些果是要自己承受的 然後就要更新一些網絡事件 今天是8月9日 有一個組織口口聲聲說8月8日見 大家都說8月8日見 究竟是什麼玩法呢 那為什麼8月8日見不到呢 是不是講美國時間呢 在五仔現在拍片這一刻 是還沒見到Boomba那條上水片 是沒有的 那很多網友就特意走進去 看一下Boomba的頻道發生什麼事 都在他那條上水預告裡流言 而因為他們預告自己8月8日出片 再加上五仔和一些炒花生的行家 都有提過一下這件事 那就將那條上水的預告一夜之間 又沒有什麼人關注 就變成Youtube香港熱門第三十三位的影片 其實是不是又是暗黑marketing來的呢 這次我真的不知道Boomba其實是想什麼 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到他遲了出片 因為你們說8月8日的時候 都已經是整個禮拜之前的事 你剪一套片百幾二百個小時 整個禮拜時間應該什麼片都剪得好 究竟是什麼玩法呢 因為其實Boomba已經得失了網民一次 之前五仔都介紹大家看老高的信用值的影片 就是講什麼是錢 其實錢就是信用值 Boomba這個團體已經得失了網民一次 其實他們那條上水預告片雖然是沒有什麼人看 但是都不見得說很多人去dislike他這條片 是有的 但是不是現在的比例那麼多 其實有些事情做不到就不要說著 你說不久的將來會有一條什麼什麼片 在8月份裡面我們會再見 喂 這樣是不是好一點呢 你說到實實是8月8日 但是8月8日Youtube不見你們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其實是不是昨天他們在他們的收費平台出了片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我很不明白 為什麼要答應觀眾一個日子 然後那天又出不了片 因為你們已經是得失了網民一次 現在再上水 其實網民是給你們機會的 他們都說我們不暗示你 其實都是一直等你出片 什麼成這樣 為什麼8月8日又會不見了呢 我相信很快他們就會上水交代 但是五仔又在想 會不會是他們看了五仔這類型炒花生的頻道 去說他們崩壩 然後看了又覺得 又有些情緒 令到他們都不出了 算了 這個可能性就低 究竟是什麼事呢 就大家要緊貼住這個香港Youtube 因為你跟少一天都會錯過很多事 本身MISS潘結婚應該是頭版來的 但是在說這件事之前 我再去要繞一繞慕容 我又不會怎麼賣力去幫你宣傳這條新片 又說什麼又不是 不過我是看不過眼你的宣傳手法 其實你一而再再而三這樣賣觀眾 對你是沒有益的 你這種玩法是殺雞取卵的 那慕容又發生什麼事呢 話說他之前就在這個Instagram上出了一張圖 那張圖就是在剪辱新世界第三條片 之後就說 這條片已經剪好了 不知道會不會跟Bomba撞旗呢 我們預計他8月8日都會出一條不知什麼片 誰知道昨天8月8日 他就出了一條廣告 又出了一條廣告 就廣告五連發了 所以你說這個小子之前在新世界炒紅了自己 恐自己做新世界之神這個地位 原來可以連續接五條廣告之後 那些被他評擊過那些市家軍 那些gamers 就當然是全部收了皮 還在自己療傷 貼膠布很多都是 那慕容 其實你是一個gamers 你出遊戲廣告是沒有問題的 之前你出第四條 人家狂被dislike你 五仔都說你出廣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抽Bomba水 貼自己的新世界之神第三條片 就說會不會跟Bomba撞旗 誰知道你那一天就是出一條廣告 而且又是大陸遊戲呢 你是不是這麼恨被人屌的呢 慕容你真是 我沒見過一個gamers 出廣告game片 有九成是dislike的 還要是連續兩條 你上一條已經是這樣的了 你這一條也是這樣 我告訴你 你別這麼突刺 我知道你負責這些事情 因為大不了 你最多刪了一個like和dislike 刪了下面的comment 不給人留言 但我告訴你 如果你走到這一步 之後的劇情會怎麼發展呢 很快就有人在連登開帖 就說 抵制你慕容家亮賣的遊戲廣告 每一條你的遊戲廣告 就沒有人課金 就呼籲這些東西 我包你賣了這幾條廣告 你以後就只看廣告都可以了 沒你份的了 你一而再再三這樣賤網民呢 那些網民會怎麼招呼你呢 你就自己收回了 當日史家軍 被這群洪水猛獸怎麼招呼 今天沒用 你真的十倍奉還 我告訴你 我不是幫著史萊姆 他們也有問題了 我看到他老婆有一條新片 大家都有很多意見 那個就是他公關很差 搞到這樣的情況 那慕容呢 就真的和和都聊是鬥非 你搞完網絡人已經搞網民了 當網民好像傻仔那樣 這件事我不知道你怎麼收課 如果我在以前 在一間KOL公司 看到有個Creator 和網民有這樣的關係 我會估計你 未來是多難接到廣告的 你又是否想學屎萊姆 一年賺完你一輩子的錢呢 你自己好好檢討一下自己 接著講到Ms.Poon 結婚了 恭喜恭喜恭喜 有些網民說他終於可以 脫離他的處女座 很快就變成巨蟹座 有些人就說他的處女座 哪裡處女呢 這個就不深究了 我們也找不到真正答案 他說是 我們就聽 這個也不是一個賣點 因為他也決定不賣自己 因為他已經是退出 他在他那條結婚聲明上 那個Po都是說 其實我已經剷掉我的Facebook和IG 我出這個Po是要 特意裝回再告訴你們 那在他這個行為上面 我是覺得有少少玩東西的 你知道網絡的世界就是我鋪固我在 你鋪東西就你存在 你不鋪東西是沒有人找你的 無論是Ms.Poon也好 Boomba也好 時間是會沖淡一切的 任何一個幾紅的網絡人 當初No.1的Ming仔也好 他今天消失了沒有人說的 是啊 所以又不用這麼武斷說我要 退出這個網絡世界 因為其實 現在網絡世界是很普遍的了 公園的阿伯都是拿著Youtube聽話的了 你一天不上網 你都知道很多東西 如果在搞社會運動的時候 你不上網 可能你走到外面不小心都中催淚彈 或者中塑膠子彈 其實網絡對人類是很有用的 無論是接收資訊或者是你要發表一些情感 退出也是你自己說的 裝上App又出來鋪結婚聲明 都是你自己說的 所以其實那些你退不退出的 不需要特別跟別人交代的了 你還這麼年輕 為什麼要封自己的後路呢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覺得的 那像蘇師傅說的 如果嫁得出就嫁了才算 沒錯的 所以這件事上面也是恭喜你的 往後他牽涉到的官司 又會怎麼發展下去呢 大家要繼續跟進這個網絡的動向了 我們無端端又不會退出YouTube 我發現上次班人sir叫我們退出YouTube的時候 最聽話的人竟然是Miss潘 她退出YouTube 退出Facebook 退出IG 退出Pation 她所有事情都退出了她 但只不過是這麼說而已 她只要有一天 你改了名字 再出回來 重生一業進發 我們都是催你不長 也拔你不長的 祝福你們有個健康的新心靈 我都說今天的新聞是眾多的 有時候這麼多新聞 真的很難分別真偽的 今天聽到一宗消息 就是TVB斥責HK01報假新聞 HK01報了什麼新聞呢 他就說 我們的前特首梁振英689 他就投訴無線的新電視劇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就說用森美做男主角是不行的 因為森美是黃色藝人 HK01就報了這宗新聞 TVB昨天還是今早就斥責HK01 就說這件事是留的 據了解梁振英自己也有交代 他本人是沒有說過這堆東西的 其實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很有趣的 因為其實森美大哥 是沒有高調宣傳過自己是任何什麼顏色的 他甚至有說過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顏色 所以森美在之前涉及一些 在郵輪隔離事件上面 因為他的父母在郵輪上面 有些很無情的網民 都有攻擊過森美 那個新聞我也覺得很奇怪 究竟689在哪裡看到森美是一個黃色藝人呢 如果689真的要去找一些 擔戴旗的標誌人物來祭旗 或者可以想想那個 給你懸紅多一倍那位 即689曾經用50萬懸紅去捉一些人 但是有位人物曾經懸紅100萬去找個真相 他給你前特首還要厲害的 如果真的要動 都動了那個先 那個在網絡 又說到自己這麼有影響力 又做了一些非法籌款的事情 要大把東西去捉他 只要一動這個人 整個網絡都清靜了 這傢伙最近在他直播上是說了一些東西 如果慕容接下來會說一些關於女不女權那些東西的時候 五仔又會再提一下那條光頭仔 因為他前幾天的直播又冒犯了一班人 但是今天五仔就不說了 如果你想知道就密切留意著五仔的節目 現在分享一單男士都會比較興奮的新聞 那這則新聞就是 跟五仔之前有一段影片說過的主題目是很相似的 之前台灣有一個YouTuber 就說每個月拿三萬元出來 精男伴嘛 就不玩感情嘛 最近呢 日本又有一個美女 真是美女來的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是不是很棒啊 我有些錯覺還以為她是三上油雅來的 那她真的有拍過一些很性感的照片 可能不會在YouTube上展現出來的 大家如果要看就去我IG看吧 那這個美女就用月薪三萬元的港幣 大概四十萬的日元 就去蒸一個軟飯王 即是包了這條子 那她的條件就是 每晚都要做的 那上次五仔看過的那個台灣網紅 她也是給那麼少的錢 五仔覺得這個價錢你買不起 但是現在日本這個呢 我就可以跟她說說 其實你不用給那麼多錢 或者你不介意我給錢你都可以的 那質素不同啊 但是呢 這個女孩子原來本身呢 她在日本那裡 早上就做文職 晚上就做陪酒的 那看那篇報道呢 就說她為什麼要給錢買呢 原來 跟台灣的YouTuber 一樣 都是曾經受過感情創傷 就說不想再談感情了 拿錢買就算了 那五仔看到她的工作背景呢 就覺得很奇怪 喂這個女孩子早上做文職 晚上去做陪酒 那但是又拿一些錢出來包仔 那其實你只是做份文職 你晚上不做陪酒 正正經經去拍拖 那就可以了 那你說給人感情欺騙 你不是一定要在夜場上認識男朋友的 你是可以正正經經去一些 比較正式的場所去認識男生的 如果她本身晚上的工作場地 就已經是這些煙花之地 那你認識那些不是看牆 就是客人 那是不會撞到一個真命天子出來的 我覺得如果那個女孩子是會想的 喂 只是做早上那份文職 重量 然後走去那些什麼教會啊 什麼興趣班啊 什麼愛心義工啊 是很多好男生的 所以就說了 五仔之前有些朋友呢 經常去那些什麼酒吧找真愛 真是好男生 那些全部是苦地來的嘛 個個都空虛寂寞的 認識那些也是苦人來的 大家都差不多類鬥類的了 負能量鬥負能量 劈啊喝啊來啊三個六啊 然後搭著咬著口煙啊 搭啊石啊來啊三個六啊 烏煙瘴氣啊搞成一件事 在這樣的環境下 就只能夠在感情路上惡性循環 所以就借這件事呢 就奉勸各位珍愛難尋 如果你要在不適合的場地上找 就更加找不到的 那最後呢 我又解答一些網友的問題吧 回應你們昨天的留言吧 不如好嗎 因為很多人問我的健康問題 有些話說了 有些話重複 可能你們會在五仔其中的影片裡聽過 那五仔昨天的影片有什麼留言呢 譬如五仔最後講解了網友來信的感情問題 他又寫了一大篇東西 多謝我 又說這個心結解開了 他說 我說的那句什麼 認真的一個就夠呢 這句很入心 可以說分析了我要想的事情 以後就會經常用這句去提醒自己 他又說了他幻想的女生有多棒 但是他就說 我提完這次就算了 多謝五仔 那五仔昨天就說 你們要幻想的就是幻想一些專業人士 那些有機會發生的就不用想的了 那些有夫之夫有夫之夫 那些你們都不要想太多無謂事情 昨天的影片有很多人留言 有人就說五仔可不可以不要用那些鄉下話說話 有些人就說五仔你是不是在說台山話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說的是什麼話 我昨天說的是什麼話 我不知道我常常以為是那些大陸人說話 不懂得講就是這樣說 我其實都不知道 總之有些人是像 有些人是好像國語那樣 普通話那樣 普通話 說什麼小小就是那一隻 我不知道這些是台山話 我不知道 那我覺得都挺好笑的 有些人都很喜歡聽我說這些鄉下音的 但是有些人就說很難頂啊 不要再說啊 不要緊啦 我都是間中辦 我不會整個頻道都用這隻語言來說 但是有些廣州翻牆下來看五仔的網友就說 其實我們廣州人不是這樣說話的 是啊 那我真的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其實都不知道 我昨天說的鄉下話是哪一個地方的謊言 我只是說歪了一點點音 有些行家就說 想不到五仔更正氣過TVB的楊明 我心想 你怎麼可以找我跟這個犯罪分子比較啊 他那個底子應該跟劉馬車比較啊 是不是 你要數我你數到些什麼啊 還有呢 昨天有位網友就 衰問了好幾天就說 自己的心跳就九十幾的跳到平時 是比人家快的 那問我怎麼辦 那五仔不記得哪條片之前說過了 就說 其實你的心跳得越快呢 就是因為你的心作不夠力啊 要蹦多幾下 我不知道你的心跳加速伴隨著有沒有其他不舒服 如果你年紀越小 其實就越沒問題 因為正常來說 如果你年紀越小 基本上 心臟是跳得比老人快的 我們的心臟是每一年每一年都會越跳越慢的 所以你很簡略地跟我說 我的心跳跳快了 我就只能告訴你 如果有運動的人跳得越慢 其實你的心臟是越強壯 你蹦出來那一刻的血是越多 但是你要這樣密密蹦 就代表你那一刻不夠力 那有些事情可以提提你的 就是你可以嘗試一下 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呼吸的時候不要呼吸得那麼短淺 其實越呼吸得短淺 是會形成了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都有可能會形成的 心率不正啊 不夠氣啊 個人經常暈倒 都有機會的 有些人真的 吸了就呼一吸了就呼 很快 那我們其實練氣功呢 都是練習一些比較深長的呼吸 尤其是那些什麼腹式呼吸 用上面的胸腔啊 肺部啊都還沒夠啊 要拉低環顏膜去吹上自己的腹部 那就叫做腹式呼吸 那如果你記住這件事呢 其實有意識地去練這個腹式呼吸 就是在練氣功的了 那你調得到氣呢 就調得到心的 氣血氣血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你們也可以嘗試養成一個深呼吸 腹式呼吸的習慣 那你們的身體其實是會有好轉的 所有東西都是會增強的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繼續探討的 請在下面留言 如果沒什麼事的話 我剪完片就真的是 我想一下我今天星期日有什麼搞的 我覺得很悶啊 因為星期六日沒有馬跑啊 人很沒目標啊 是啊 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的話 請LIKE SUBSCRIBE PAY ME LONG LONG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